所有的那个单项 现在请看那个第三页 第三页 这种关键字都要知道 什么叫超额单宝 第三页的中间 什么叫超额单宝 那它会怎么出呢 它会给你定义知道吗 请你选这样了解吗 那其实这个还算简单的 Level 1的话呢 它现在比较重观念性 重蛮多的 那计算加深 就是一样是债平 以前就是基本的债平而已 那现在它又加了一些 很财务工程的 可是不难啦 还好啦 就是以前光财务 是不会提到那边 现在又加了一些计算这样子 所以呢 可能要再多念一点 那所有的考试都这样子 前面的都很好考 越后面的人越多嘛 就越难考 可是也越值钱啦 比如说年薪600万起跳 变成年薪800万起跳 相对的 OK 那像这个是还好 这个就是标准版 好那再办到第四页 第四页 第四页的第八点 对不对 对不对 第一种就定期复习到期还本 那第二种摊销 那早上不是摊销摊很久吗 对不对 OK 摊销的话 有好多种摊销 看题目怎么出 再来 那再看第九点 Thinking fund叫做那个常债基金 常债基金的话呢 它一般是会有一系列的还钱的一个动作 然后最后面呢 最后一行这个 这句话圈起来 那series of payment 就是表示一系列的还债动作 那举个例子 这个是教材里面的例子 老师用讲的 假设你发行二十年期的可转换公司债 CB 可转债 然后它是 它如果是发行是三百亿 OK 那如果它在 它有时候会要求你呢 第六年的一月一号开始 它就要求你每年呢 每年就开始支付呢 支付两亿这样子 或两百万 那么这个就是类似一个 一个Thinking fund的做法 那它会有一种方式是说 你在负债 负债举债的时候 举债的同时呢 第一步 它同时呢 存了一笔钱 它是用存款的方式 这个叫基金 专户专用叫基金 基金就是专门在还这个负债的 那还有一种像很多业界买保险 知道吧 就是我知道我第六年一月一号 要还你两亿 对不对 那我们就去买一个保险 那这个保额呢 在第六年一月一号 刚好保额就两亿 知道吧 这样子也很好 总而言之呢 有这个基金的 有这种支付方式 是比较安全的 会比较安全 所以它会要求Repayment Repayment or Principle 圈起来 要求你去支付这个本金 好翻页 OK 我们看第二点 第二点这个还好 有时候它会要求你呢 来第二点 你们看英文 就是呢 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盯着看 要一句一句看 真的一段一段看都很好 要看得非常非常快速 就是一直翻翻翻的 可是要看懂 它有些债券的契约会要求呢 公司redeem两次 trice是两次嘛 OK 那这假设呢 你呢 你呢 它要你重复的去 去那个redeem的时候呢 这种叫double 或是加速 比如说呢 像这个呢 它这个是 第六年一月一号支付2 对不对 那如果它或许有条款说 好我从第十年以后 那每年就要支付4了 听得懂吗 怎么加速看条款 懂不懂 就如果说它的速度 如果有比之前的 normal的再快 这个叫加速 加速则就 就这个字 就是呢 加速型的sinking fund 这样子 好 同学老师问你 你买的债券 如果有sinking fund 跟没有sinking fund 哪一个会比较安全 是有sinking fund 对不对 那有比较安全的利率 应该比较低 比较高 会比较低嘛 这样了不 信用平等高的利率 就会比较低 这样了不 OK 好 所以第三点 哎呦 考试前 高啊低啊低啊高啊通通要记一遍 知道吗 尤其财报班 尽请期待 有一堆格子 这样了不 所以考试前每一页格子翻很快 高啊低啊低啊高啊 这个通通要记清楚 考试前半个月你心情也不太好了 对不对 会有点慌乱 没关系 你就把每个格子搞定 先过 先过再说 先考过 知道吗 OK 再来 第三个 因为它是比较少的credit risk 低含话下来 它的信用风险比较低嘛 因为它有定期的支付嘛 redeem就赎回 有定期的支付 所以会降低它的一个 一个支付的一个那个 就是呢 你呢定期支付之后呢 那你就会比较快到达到期嘛 如果说你的那个到期值 不是 你看小朋友 举例来讲好了 假设你有thinking bond 对不对 你有thinking bond 那么你这个 你这个300 如果没有thinking bond 你必须等到20年 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如果你有thinking bond 其实你什么时候都开始 第6年都开始 retire 知道吧 下礼拜就要duration 对不对 它也是这个概念 知道吧 纯续期间 它也是这个概念 OK 好 那就会加速它的一个条款 还有我再补充一个 像有时候我们保险 或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有时候不见得 会真的就是还给投资人 可是我有存这笔钱 这样你听懂吗 那个叫 你可以记一下 那个叫仕同情长 就是 这是另外一个概念 仕同情长的话呢 也常常就是 就是跟它概念是一样的 就类似说 我虽然没有真的还掉 可是已经 形同是已经有还掉了 OK 再来 来 第4点打信号 第4点打信号 好 老师问你来 开板 开板 当你的YTM 或市场利率下降的时候 知道吗 所以你购载价格 会上升还下降 所以上升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它是折线在分母 是折线在分母 所以率下降 它的限制会怎么样 是不是上升 对不对 OK 那在这个时候呢 要是你是公司在的买方 对不对 那如果有Sinking Fund的条件的话 比如第6年1月1号的时候 价格上升 那如果我跟你签约 那你用Sinking Fund来定期支付 不好意思 200万就200万 假设我们说Apair去Retire 所以呢 我卖到市场上也比较好 对不对 我卖到市场上是比较好 可是如果符合这个条件之下呢 那这个对投资人是不利的 你懂吗 因为以这个 我是债券的持有人 那如果呢 债券呢 债券在利率下降 价格上升的状态之下 我宁愿你不要赎回 你懂不懂 可是如果已经符合条件 就不得不 不让他赎回 那这个对Bond Holder是比较不利的 知道吧 OK 看第4点 他说呢 他呢 Sinking Fund会有一个缺点 缺点 当你的利率下降的时候 利率下降的时候 Interest Rate 下降的时候 因为Interest Rate 下降的时候 他的价格会比较高 高于他的那个赎回价格 我写给你 因为利率下降的时候 那他的那个 他的 市价 一般会大于赎回价格 这个时候呢 对谁不利 Bond Holder就投资人 OK 好 好 再来 那通常现在这个状况之下 这个状况之下 那一般呢 这个 那个投资人呢 其实有时候是被动的状态之下 他Random去赎回 那其实呢 对投资人是不好的 是不好的 OK 那我们看浮动利率债券 来介绍一下 浮动利率债券 Floating叫浮动 简称呢 FRN 浮动利率债券 他通常是一个 通常会有个指标的一个 一个公式 所以浮动利率债券来讲 他的观念 请看 浮动利率债券有的呢 是一季呢 就会调一下 有的是半年会调一次 那他通常会是一个平价在捐 那什么叫浮动利率 浮动利率就是呢 你的 你通常会有一个 revalence的一个利率 OK 那通常是用liable 然后再加一个 我们讲 这个字解释多了 有人经济学讲边际嘛 对不对 那很多是在讲说呢 你可能会有个价差 那你可能就会再加呢 几个 几个PBS 就是比如说30个PBS 这样子 那浮动利率的话呢 你要看跟什么浮动 那有的时候会是减 那他通常会有个重设的一个日期 reset 那通常是半年会重设一次 半年会重设一次 那什么叫重设呢 请听好 假设呢 我在这个时点发行的时候 有一个状况呢 我就是会浮动到 以这个时点的利率呢 然后调成 这个时点的利率来调成一个 目前的一个价格 会调成目前的市场利率 那从今以后的 的现金流量 就按照市场利率去 去 去那个折现 那等到一年期以后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可能呢 又调到 因为这个是跟着市场利率走的嘛 这个指标利率 有的是用美国的那个TB 有的是用那个LIBOR 伦敦拆借款利率嘛 那其实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是 就是一个市场利率的一个指标嘛 那我只是针对 那这个是针对公司的信用平等 如果公司的信用平等比较好 或是差 可能这边加加减理数字就不一样 OK 那因为这个是加项嘛 知道吗 所以它跟市场利率的走向是正相关嘛 是正的嘛 那有时候也会减下 知道吗 那这个叫反浮动 这样了不了 OK 这第二个概念 那第三个概念就是说 好 请听好 所以我这个时候的市场利率 maybe set 依照 依照我的浮动呢 我可能set的这边是3% 那这个就是给它set几乎到市场利率 知道吗 好 那到这个时候 你的Libro不是又变了吗 有没有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呢 又会重新set maybe是3.5% 这样了不了 那今天set 下一期以后才开始用这个利率嘛 换句话讲呢 它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 就是你 我们财管所有交代 它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 你呢 在set的那一天呢 激进就等于 你的票面利率 就会跟市场利率相 你的YTM 会跟你的市场利率相等的 那激进它浮动利率债券呢 它会比较偏向一个平价债券的概念 这样子 因为你每 你一段就set 一段就重新set 这样子 OK 那浮动的话 来请看这一段 对不起对不起 浮动利率债券的话呢 请看 第十段倒数第二 它通常会加一个价差 加一个价差 然后呢 它通常会有个指标 那个价差呢 用BP 一个BP是0.01% OK 那它就会呢 0.01% 那如果120个BPS呢 就大概1.2% 好 这个是一种浮动利率债券 那以后呢 后面还有 来请看第十二点 十一点 好多好多种债券 好多种 那第十一个 也是一种浮动利率债券 这个是set up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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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往上 然后一直往上往上爬的 那谁往上 coupon 所以它是一个票面利率逐期上升 票率逐期上升 人家票率一般是固定的 可是它是票率逐期上升圈起来 coupon rate increase OK 这个叫做呢 这个是票面利率逐期上升一个债券 那这个呢 通常会跟那个co price 跟你的可转换公司债呢 去做一个互相的回应 那看看你的市场利率如何 要不要赎回 所以这个是票面利率逐期上升的一个债券 第十二个 第十二个呢 是 来 credit是什么 你们大学生应该还没有信用卡嘛 对不对 你们在工作的同学应该有信用卡 对不对 credit是什么 那我们通常翻译着联动 这叫信平联动债券 那看字眼也知道 OK 它是指呢 你的票面利率呢 会跟它的信用平等相连 所以你的票率 对不对 这个也是新版财运 OK 那我是问一下你就知道 如果你的发行人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一段看一下 他现在的coupon rate will go up 圈起来 go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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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the credit rating falls OK 什么意思呢 老师问一下 要是你们家的公司 信用平等呢 信用平等 往下 信用平等下降 懂吗 那你们家公司的那个公司在是比较 比较 不具吸引性嘛 对不对 是比较没有人要买 那你的票面利率就要调高还调低 比较会有人要来买 调高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跟性评相关的 这是一世年新的 再来 这位同学 我们上第几页 第五页 第五页 十二点 你在上班吧 对不对 金融业 不是 电子业 很好 来来 欢迎 看十二点 十二点 早上课再去补就好 14年的比13年 观念多一点 OK 还好 没有考不过的事放心 知道吗 没有突破不了的障碍 懂不懂 考试这种事最好解决的 人比较难解决 人最难考定在 做事情还好 考试也还好 12个 这个叫性评 性评联动载卷 那性评联动载卷也是一种浮动领域 同学 十一啊 十二啊 十三啊 这些都是一种浮动领域载卷 所以你们家公司的性评呢 性评如果是 是下降 那你们家的公司在就比较不好 对不对 那你的票面率就会抬高吗 OK 再来 相反 如果你们家的性评呢 就相反 性评上升 你的票面率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下降一点 知道吗 这是一种性评联动载卷 第十三呢 十三呢 payment in kind 这个意思是食物 不是负的那个食物 这种都很好准备 这种都是考定义的 考定义的就是你后面的叙述要看清楚 那你前面要选对 对吗 OK 好 我呢 让你冷静一下 请你把前三行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在 另外一种写法叫义货 不过义货我比较偏呢 偏一般的交易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很特别 他说发行人呢 发行人呢 他呢 在支付coupon的时候 他不是给你钱喔 他不是给你钱喔 知道吗 他拿什么来换 画下啦 increasing the principle 知道吧 就他提高本金来支付票面利息 换句话讲有点 有点 把你defer的意思 好 十三 就是呢 当你支付利息的时候 你是采用提高本金 面额 来支付利息 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拿什么 拿新的面额来换利息 你今天懂吗 其实讲白话了 就今天没钱换你利息 我先给你本金提高 有没有 好多啊 债券好几十种 再来 那这些杯子 喜欢这有几种 再来 所以他是一种 食物嘛 我告诉你 这个就食物啊 要不要 对吗 好 来支付 应该要付你的coupon coupon不是 漂面利息吗 然后呢 他就给你比较多的bounce 而且胖子通常呢 会有比较高的 值利率嘛 通常会有比较高的值利率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同学一想也知道啊 那是不是延缓他支付的时间 只要是延缓支付的时间 你记得 一个关键 对投资人不利的 你的利率要高还低一点 对 对投资人有利的 利率就会低一点 知道吧 OK 所以他 第十三点是指说 我呢 本来应该要付你利息的 啊现在没有钱付你利息 那我本来本金面额是100万 没关系 这次利息10万 没关系我本金就变110万 懂不懂 所以本来可能是 第一年你要给你的 这20年期公司在呢 可能就拖到第几年给你 20年 这样讲吗 所以是 就是拿来换 啊delay了嘛 那delay deferred给你到后面 那当然你的 值利率要给你好一点嘛 听得懂吗 OK 所以这个叫做 很难去翻国语啊 很难去翻国语啊 我只跟你讲 那国语的一个意思 这样的吗 就是 食物 之 很难念 过来 来第十四点 defer defer是什么呢 defer defer就是地盐嘛 是地盐 所以他就地盐几期给你嘛 就是公司前期没有利息的 资金啦 然后呢 前面几期欠你的呢 通常会在defer 最后一期才支付啦 那之后就正常 然后 我画个图给你对照 来 请看 画个图 来复习一下 早上老师说有几种公司在 基本上 我们如果用 用三年期好不好 假设三百万的 面额三百万 票率10% 都简单写 年底复习一次 三年期 这样讲吗 四大要减 那一般来讲 请看好 来我画你跟我说是哪一种 这个时候才还你三百万 记不记得 这个叫到期还本 复习一下 是到期还本 到期还本英文叫term 是不是 所以呢 你一年利息是三十万 为什么三十万呢 三百万乘以10% 票面利息是几万 是三十万 OK 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是呢 欠三百万 一年还一百万 这种叫什么还本 有没有 这种叫什么还本 分期还本 分期还本 那这一年利息就是三十万 这一年利息二十万 这一年利息几万 十十万 是不是 有没有 那第三种是那个 永续年金那种比较少考 永续没有到期日 这个时候上没有 比较少 OK 我回到这一把年纪还没看到 再了OK 没有我不太买这一捐 卖这一捐 赚不了钱 再了OK OK 最终期还是股票比较赚钱 再做我理专 不好意思 我买过共同基金 后来呢 不然以后遇到你了 OK 最终期 因为你呢 你的专业越增加 你就越想自己选股 真的 以后希望 希望你能够呢 当一个很棒很棒的理专也不错 就是帮一些老人家投资理财的很好也不错 第三种是什么呢 这种都不是different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都第几年就开始给利息 这个再讲一遍 我现在举债三百万嘛 因为我一年底是还一百万 是分期还本 所以这一段欠三百万 利息十percent嘛 所以是利息三十万嘛 啊又还一百万是剩两百万 所以十percent 又还一百万是剩一百万 对不对 那还有一种是这样子 我是三期而已 比较比较短 假设我 我是 二十期好了 好不好 因为这两年呢 还没有利息支付嘛 这通常出现在财务状况前面还不太稳嘛 OK 那假设呢 一样一年十万好了 OK 可是我是二十年期 我different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支付嘛 可是我通常会把前面的一起支付 这样了吧 所以我现在已经欠你几期了 是不是两期 所以这里会把前面欠的两期还你 这样懂吗 再加这一期应该几万 是不是十万 那后面就 正常了 这样了吧 这个叫帝延年金 这样懂吗 猜猜看 这个怎么折现 那个价格不同 这怎么折 同学 这个一口气 这样几万 三十万要折三期 知道吧 那从今以后 这一堆才可以用什么限制 年金什么 限制 这一笔 如果你用三十万种total 不可以用年金限制 知道吗 重新用这个才可以用年金限制 OK 再来 新同学你要去买一台财务计算机 下礼拜要用 有 OK 很好 再来 好 那早上跟下午的没什么连结 不用压力 就是早上没听到下午还是会懂 因为一二章在介绍 OK 一些基本的 OK 再来 好 那如果这样听得懂的话 我插个黑法 你们很迅速的 高超的英文能力 把它扫过去这一段 老师再解释给你听 今年讲义编排方式跟往年差很多 今年整个重改 整个重改 这个方式主要就是让你习惯 我敢讲 你几乎可以不用去看那个 他的study note 因为我已经帮你看一遍了 最精华都在这里 其他拉招我帮你去掉 因为美国的书我很喜欢讲废货 Original还在那里 本来厚厚一本 我给他一页一页看 看到没有 一页一页 最精华在这里面 我只敢讲一句 如果今天我女儿要考 我只要看这一本就好 而且我女儿一定考得上 我觉得啦 对自己的女儿当然要有信心啊 对不对 对自己的学生也要有信心啊 哪有老师跟学生说 你一定考不上 疯了吗 他说你教出来的呢 当然要鼓励学生 考得上考得上 OK 而且你要跟自己讲考得上啊 要跟自己讲正面的话啊 哪有人 主都自己考不上的 我有两个学生 我有两个财经所的学生 条件相当 今年毕业找工作 一个非常有自信 一个非常没自信 没自信那个英文还更好一点 结果有自信那一位 就条件相当 条件都不错 都是有师傅所经验的 后来才去念财经所 然后 然后呢 英文也都不错 一个就是落落大方 一个就是没自信 结果 有自信那个找到六份工作 还不错咧 凯基证券 然后呢 证券商找三家 然后 什么联电啊 群创啊 还有一家什么 财经店有哪一家 反正他走六份都不错 薪水都给很高 没自信那一位 现在都还找不到 同学 同学 那有自信那一位呢 个性也不错 两个个性都很不错 就落落大 那他也不紧张 就很自在 然后 做事很认真的 很不错 OK 来 第十四点 你高超的英文能力看完了 对不对 Do not begin 对不对 当你有一段期间之后 然后他才开始支付 OK 那他通常呢 是 适用在比较大的 大的 project 那通常 他这个 比如说高铁好了 高铁 同学 高铁通常呢 就会发行这种 deferred 为什么 为什么 高铁前面几年会不会赚钱 没有嘛 他可能叫你等一下 知道吗 听说那时候是第六年是不是 才开始 所以 你可能要等六年 第七年开始 把前面的都还你 或者是逐步还 这样了吧 这个叫第延 好 Next 来 15点 同学只要有link的都叫联动 知道吗 什么什么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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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动联动 那看你跟谁联动 index是指数 所以你如果跟指数联动 那你就是叫做指数联动载卷 这样子 那你 那谁跟他联动 他就能说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他就可以了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想到 哪里 你怎么知道 这就是 有什么事 你怎么想到 哪里 那你怎么想到 那你不想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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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